你也是很重要的 一起入鏡吧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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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Hidy 我們搬到這間屋半年 打算做一個Q&A 在IG收集了很多問題 解答大家的 場面有點控制不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現在馬上開始 不如你選吧 第一個部分 你想說關於小島 即是長洲 我們的屋子 還是種植 先選小島 好的 因為很多很多問題 首先就是有位觀眾說 他和老公都想搬進來長洲住下 找屋子方面我見網上租盤不多 建議是否要親身進來找地產店最好的 還有很喜歡我們的屋子 因為很光亮很多窗 可不可以介紹我的Agent 我們這間屋不是Full Agent 我們是熟人 通常有些筍盤都是來銷的 是的 我自己建議不要上網 一定要你親身過來看屋子 還有這裏都有幾間地產店 那你就可以去看看租盤 這裏是分很多區的 是的 那你喜不喜歡區埠的 有的東西 多不多你需要的東西 然後你再決定 就是一件好事 還有不要看我們的生活 而覺得在這裏生活好像很好 很想搬進來住 要考量的東西是很多的 因為長洲也有很多屋子 建在山上 是的 你不過來看一次 就可能真的要回家 要走十多分鐘的樓梯 然後有人問 就是我們會去其他的小島 是不是很方便 然後我記得有人問 有沒有考慮過住其他的小島 例如大嶼山那邊 曾經我有想過 是當住了一年的時候 不如不要住長洲 我們試試住平洲 梅窩 但是我們去完看之後 覺得最方便都是長洲 因為這裏有兩間八街 兩間惠康 一間屈臣市 一間萬寧 所以對於港區小孩來說 這個方便和小島的舒適 兩樣配合是對我們最好的 而且梅窩都方便 但是梅窩的租金是超級貴的 是可以比美市區的 是的 所以我們暫時都沒有想過住在其他的島 也都有人問 是有沒有想住在小島置業 我自己的想法是沒有的 我也沒有的 是的 這裏的屋 有很多我們估計不到的因素 因為我們本身在市區住樓宇的 就是高樓大廈那些 這裏是村屋 很多時候有些什麼都是找業主 會好一些 是的 還有這裏的樓寧 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們熟悉的 所以在這裏做租客 我覺得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業主可能有看的 我愛你 有沒有想著長住長洲 感覺很適合你 這件事是我有想過的 雖然我沒有想買樓 但是在這裏我真的覺得很適合那個vibe 原來我這麼喜歡與世隔絕的感覺 現在還喜歡一種東西 是的 這裏的倫理關係很好 人情味非常之好 越來越喜歡在這裏 相反有人問我們有沒有想過搬回去市區 這一個都不會排除這個可能的 未來的東西就留給未來去決定 現在這一刻我覺得這個生活模式是很舒服 但是可能有早一日我都會回去市區 也不一定的 兩者我都不抗拒 亦都有這個可能性 那就看事情發展經過 沒錯 都非常多人關心就是交通 會不會交通不方便 這件事就要看你的地點在哪 你的目的地在哪 如果你說中環是非常方便的 一架船35分鐘就已經去到了 甚至乎去灣仔和銅鑼灣那些 我試過在馬頭有巴士 一個小時內都可以去到的 尖沙咀就算搬船很快 所以 除非你說去沙田大埔那些的話 當然會比較遠 但如果你說是中西區尖沙咀那些 我都覺得平時活動範圍在這些地方都OK 然後長洲好像長期都好多人 平日是不是都那麼多人 或者是感覺除了假日多人 平日是不是很安靜 很多店舖都不開 或者有朋友問放假會不會覺得很輕 還是看到大家那麼多人會躁 我們習慣了 是的 我們在這裡都算是斷斷續續的生活了四年 放假有時候天氣好 我都覺得是多人來對的 大家要進來玩一下 然後不會太躁 因為我們會避開他們 然後平日真的很寧靜 很舒服的小島 星期一星期二 不是的 星期三 都會有些店舖是不開的 但是你慢慢就會習慣了 沒錯 我們都是走一些小路 是的 這隻的羊 他最喜歡自定路線 走秘道 走小路 他會無緣無故帶我們上山 然後繞了整個山再回家 都不會吵的了 是的 我們心境很僻靜 是的 我們已經被小島同化了 長洲買的菜貴不貴? 嗯 風劍遊人 這裡始終有百佳餵 都會有些比較定價 即是雞蛋 菜啊肉啊 你都可以在裡面買到的 其他如果你說街市呢 我覺得普遍是貴的 但是又不是很過份的 少數怕長計 我知道有人會出市區買菜 但是一餐半餐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我不太知道 哈哈哈哈 好盡量回答嘴 好 這位朋友仔就問 氣溫是不是涼一點 夏天沒那麼熱 冬天又冷些 嗯 夏天是超級熱的 比起市區是熱很多 體感是40度 因為直曬了 是啊 而且海邊的熱氣是會噴上來的 冬天我又不覺得是冷些 應該冷些少的 但是因為我們住在這裡 我想海風會涼一點 因為我住的市區的地方 都是冷些的 所以是差不多的 我記得去年是不用開暖爐的 所以跟這位觀眾問的是 可以相反的 好了 然後就種植還是屋 種植先 好 我們現在是這個陸夫 我們現在最熱的話題就是種菜 分享一下種植的心得 也有很多人問我 不如你說一下我種植的心得是甚麼 種植的心得 你好像會有很多心得 我知道你會加些洗米水 這些叫做心得 好呀好呀不疼 待會先 我知道 那你的心得就是愛和關懷 你每天要上去探他三次 跟他聊天 我覺得是觀察 對 差不多的 都是用愛去觀察 我覺得植物這件事 他會告訴你 喜不喜歡那個環境 我們這裡是很適合種植 因為天然的環境 我們在天台那裡通風 然後有陽光 所以可以有些蝴蝶蜜蜂 過來幫忙的授粉 令到結果是很好的 然後家裡種的東西 就是比較多一些觀葉植物 是可以看的 真的要看著水量 因為你始終在室內 沒有那麼多天然的風 就要看看它會不會焗 之類 但是我都是學習中的 因為有觀眾說上次聽了我淋水的方法 它那個植物殺手是種到的 然後有些新的葉葉 很開心 對 我上次就跟他說 不要在最大太陽 然後那些泥熱的時候 你一下子淋了些冷的水 其實什麼都會死的 所以為什麼大家經常聽到我說 天光的時候 就是天剛剛光的時候 我就會想去淋一次水 然後去到黃昏的時候 是沒有了太陽 我才會再淋水 中間它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光合作用 這些都是我上網看回來再實驗 然後成功了 我自己都很開心 那種植物是否要經常除蟲 是否有很多蟲 都多的 我想今年我們有捉了100條蟲 都有啊 是很誇張的 但是是自然的東西 我覺得你種的東西好 它們才會過來去住 100%的 有很多人問我會用什麼 泥啊 那些全部在哪裡買呢 種子啊 或者是一些肥料 我都是花虛的 但是泥啊 那些就太重了 我就在這裏小島的 一些花店那裏訂 一訂就是 很大包 大過米 75kg 好像是70L 我訂了三包 才夠 沒錯 小島都是什麼都有的 然後關於家裡最多人問 好心虛啊 要是這樣 我們說一個家品 各自是推薦的 是啦 今天都很多人問啦 哪裡買家具 會送入長洲